第1次的理由 他說已經帶子裡面有五顆紅球 三個白球 那麼認取三球 請問你拿到白球的期望值是多少 好 來我們看一下 認取三個白球 一個或幾種可能 你覺得 是不是有可能是一個白的 也有可能是兩個白的 也有可能是三個白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機率數要機率 來一個白的機率 一個白的機率 一個白的機率什麼意思啊 一百兩紅吧 沒錯吧 我說的前一個白的機率 我回答答案就那個啊 八分之三啊 沒有 因為是一次取三個球嘛 所以我說的前一百機 代表是一百兩紅 這是什麼 兩百一紅 這樣子 所以請問你 一百兩紅的機率多少 一百兩紅的機率 嗯 五分之二 乘以三分之一 不對 應該這樣寫得對 他的機率應該是 C五取二 乘上 C三取二分之一 C五取二是五顆紅球裡面 你要拿兩顆出來 聽懂嗎 然後三顆白球呢 是再取一顆出來 因為你要先講 是那個紅球每個都不一樣 所以五顆離任全兩顆 齁 所以應該是 C五取二 乘以C三取二分之一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呃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不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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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應該是分子才對 分子是這個 C五取六 乘以C三取一 因為是一百兩紅 對不對 是分母 分母多少分母 應該是C八取三 三 這樣才對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應該是C八取三分之 呃 因為是兩百一紅嘛 所以就是 C三取二 乘上C五取一 然後這邊呢 就是 C八取三分之 C三取三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我可以講完囉 來看一下他的那個期望值 來期望值怎麼辦 如果是這個答案的話 來這個把它寫一下吧 把他寫一下 這個答案打算了 看多少 快去幫你看一下 這個答案是 五十六分之三十 這個 然後呢 兩百的話呢 是 五十六分之十六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五十六分之一 五十六分之三十 因為一是百的嘛 所以乘上的是一 他期望值是一 加上五十六分之十六 這個是兩個百的 所以乘上二 會啦齁 然後 然後加上最後一個是五十六分之一 因為有三個百的 所以乘上三 所以算是你的答案 所以答案就等於 五十六分之 六十三 所以等多少 等於八分之九 OK 那就是你的答案 這樣會啦齁 好 我們會要吸收 五十六分之一 、兩百的 這些 三十五分之一